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起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 请我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 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了今天是2024年的8月6号 台北股市在昨天中挫了1800点 8月其实在昨天跌停之后 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上冲下行的行情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8月其实 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8月其实开盘先来个跳空开高 开在20395直接占上2万点 接着行情先往上冲到了20673 各位光这样一段行情怕死人就200多点 就200多点将近300点 然后从8059分过后 开始先往下回档修正到19589 2万点失守之后 接着再从19589 反弹到今天的最高点20790 这个行情可以说是波动非常的剧烈 首先早盘开盘先反弹将近300点 再往下杀了将近1100点 然后再反弹1200点 各位我们来算一下 今天的区间有几段行情啊 第一段行情我们就抓300点 第二段行情1100点 这个让就1400点 再加上1200点 怕死人 今天这来回区间震荡 竟然将近2600点 不到2600点 大概2500多点 那在这巨大的行情里面 投资票要如何把这么大的行情变成钞票 当然要讲求方法 而不是乱冲乱做一通啊 这个昨天的行情跟今天的行情啊 可以说是我这辈子以来 在金融界看到波动最大的行情 我指的是台子期 包含这个大盘也是一样 昨天大盘跌了1800点 是史上最大的跌幅啊 期货呢 在这个319枪击案件跌停锁死之后 昨天再度出现跌停 这已经隔了好久的时间了 那所以这两天的行情啊 只要你拥有扎实的技术分析的底子的话 两天下来你可以赚翻了 真的可以赚翻了 像昨天我们空单大获全胜 我昨天讲了四口空单 你就可以获利超过100万以上 一波到底的给它空下去 至少获利100万以上 那今天的操作什么操作呢 像这种上冲下写的区间震荡盘 一开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 各位一开盘难道直接做空吗 保证做错 为什么一开盘你只要做空的话 我跟你讲 后面这段还没杀下的时候 你已经阵亡了 因为这个早上反弹的力道将近300点 你的空单势必会停准出场 所以我说开盘价怎么做很重要 每一天开盘 各位你只要站错边 做错了第一笔单 你后面绝对会手忙脚乱 因为你会慌 当你第一笔单做空 涨上去之后 你的空单停准掉之后 你一定会想要把你所亏损掉的钱 急着想要赚回来 于是这里你可能会翻多 一翻多完蛋了 下来再被搬一趟 然后后面再空一趟 再被搬一趟 那这样下来一天要损失500点 我跟你讲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说做期货不要凭感觉 一定要有依据 那今天应该怎么做呢 我说了 透过扎实的技术分析 其实一开盘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要先做多抢个反弹 然后再来做放空的动作 那到底结束今天怎么做 等一下看实战你就知道 那接下来行情 昨天跌了1800点 今天又反弹 期货又反弹了1200点 行情到底后市怎么看 我也会透过技术分析 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看法 那讲到台子期的当充操作 我讲过了 每天开盘一定要先看一下 加权指数今天到底呢 是空方控盘还是多方控盘 如果加权指数的位置 在五日均线之上代表多方控盘 在五日均线之下就代表空方控盘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啰 来各位今天加权指数开盘虽然开高 而且开高的幅度是514点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下 根本就没有站上五日均线 所以今天呢严格讲起来是空方控盘 只是昨天的这个复乖离过大 所以今天早上反弹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急着做空 你可以先抢一个短多 抢一个反弹 然后逢反弹到了至高点之后 再来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明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514点 昨天跌了1800点 今天反弹开了514点 代表说他在修正乖离 好在五日均线之下是空方控盘 那8月起始昨天跌停锁死 今天跳空开高1000点 各位跳空开高1000点又怎么样 昨天跌了几点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是跌停锁死 所以今天的开高基本上是在修正 昨天的复乖离过大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认为早盘9点之前 他一定会尽可能的往上冲 那冲到这个差不多的时候 他才会杀下来 所以什么叫差不多 就是今天早盘的高点 那这早盘高点怎么抓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所以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应该是要等反弹再来做空 那一开盘答案就出来了 要先做多 抢一个短多 然后再来做放空 抓到至高点之后再来做放空 才是最正确的策略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的局势真的扭转了吗 还没哦 各位看一下这个MACD 现在还是很扎实的死亡交叉 而且这个柱状鞋的强度还蛮强的 至少各位要先站上五日均线吧 五日均线都没站上 你告诉我这个行情要反转了 你骗下 我学这么多年的技术分析啊 我是旧线论线的人 我不会为哪一方说话 线形怎么表现出来 我们呢就是遵照线形 这样子有依据有纪律的操作就好 那现阶段既然连五日均线都站不上 那今天这个反弹 我认为只是在修正昨天的覆乖里 还不至于构成反转的要件 除非说它可以站上季线 这最基本的要求吧 要不然短线上至少要先站上五日均线嘛 你再来说这个有可能是反转嘛 否则在这之前你说这是反转 我认为都是自己的 在安慰自己的一种讲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MACD MACD现在柱状体在临轴下方 MACD跟DF形成死亡交叉 空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多单只是短线当冲操作 那再看KD还是一样在20 虽然它已经来到了这个所谓的超卖区 但是由于MACD的趋势 还是在空方 所以现阶段我认为还是比较偏弱 那所以我们看说明 KD指标K值D值RSV 目前还是在20超卖区 大盘震荡偏空压力观察21,000 观察21,000 这21,000都站不上 你告诉我说这盘有多强 我认为都是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说法而已 所以综合以上的观点 我认为现在太过乐观还不太适合 还是要保守应对 那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这份资料 如果各位你们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你放心 我完全不会跟你收取任何一毛钱 只要你们主动的加入我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 那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我们的ID 去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那第一次加入好朋友请记得 在加入之后记得回复888三个数字 来请记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当你加入我资料之后 只要你回复888 这个资料这份资料 就在一秒钟时间 直接传送到各位你们私人手机资料里面 你们根本就不用花时间找 我会主动的传送给你们 索取的方式很简单 加资料之后按888 那这个资料就主动的传到各位 你们私人手机资料里面 你们连找都不用找 各位按888就可以拿到资料 很简单吗 真简单吧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我每天早上九点半 会在我的Lite的记事本里面 会主动贴上去 在什么时间点 在早上九点半 我们现在Lite人数 已经正式的占上了五万人 五万人 各位这个人数算是蛮庞大的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 我早上九点半 会统一张贴在记事本里面 让五万人 五万个好朋友 超过五万个以上的这个粉丝 你们都可以在九点半统一看到这份资料 大家都平等公平 所以欢迎各位 踊跃的来关注我记事本里面的资料 好的 那学技术分析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说了像杰帅 学了二十几年的技术分析啊 所以我才能够很稳健的在这个市场里面 当投顾老师当那么久 因为如果我跟散户一样 喜欢用自己的直觉来猜测行情的话 我跟你讲我早就阵亡了 我根本就不可能当那么久的分析师 而且还去每天去那个57台 东森财经台担任这个股市的这个名嘴 分析师 每天上电视的人 你觉得实力会差到哪里去 那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稳健的操作 你的胜率才能够维持在八成以上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带领了无数的投资朋友 包含股票 期货跟选择权 一路走来 各位始终稳健如一啊 那当然投资朋友可能会说老师你的职业是分析师 学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你当然要学 但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事业要忙 我们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哪有可能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跟你一样学二十几年 当然我也知道 这个情况我非常了解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只问投资朋友一件事情 那你虽然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可是你想不想把市场的行情变钞票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嘛 那投资朋友如果你没有扎实的技术分析 又想把市场的行情把它变成钞票的话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来找我嘛 就是由专业的投资老师来带你操作嘛 这是最简单的嘛 以今天来讲 投资朋友一开盘你就去做空的人 我跟你讲你绝对会气到吐血 因为你早上做空 行情后面虽然杀下来 但是早上你已经事先阵亡了 这一停损就是快300点 你再怎么忍你也受不了吧 所以今天早上去做空的人 基本上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只有真正厉害的人 他才知道早上要马上做多 那当然结帅呢 也运用了我多年的技术分析的经验 还有逻辑 再结合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早就研发出了大碳级系统 这一套系统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指标 昨天跟大家讲过的叫闪电指标 闪电指标是利用AI人工智慧 快速运算的方式 再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这8点45分第一秒钟 就要迅速的知道多空方向 知道之后怎么办 开盘这样你就可以进场了 像今天这开盘啊 你如果第一时间做多的话 这两三百点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那这个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 以今天来讲开盘价20395 我给你讲很多投资源都傻眼了 前台青几点今天一开盘 就去青几点 到底是要做桌子做空 很多投资源我相信 一定都选择站在空方 因为昨天跌的太深了嘛 所以大家都觉得开高就是空点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后面的行情你绝对乱七八糟 那当然其实也不需要猜测 拥有大碳级期货系统一开盘 你根本猜都不用猜 而且第一时间你有马上做单 20395就直接给他做多下去了 连想都不用想 因为AI的计算 他会认定说开盘价做多 胜算比较大 这个就是AI他厉害的地方 不带任何的感情 开盘价果断的就给你判断多空方向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8.45分 这怕死人这只开盘你看看 行情跳得多快啊 我在8.45分不到8.46分 也跟着闪电指标 赶快带会员试价做多 来看一下抠讯 8月其实目前报价20435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做多两口大台 这做多两口大台 只基本上 一开盘只要敢做多的人 都捏去败 那到底谁有这个方法 我有这个方法 你有没有这个方法 没有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我 这个就是我 独特专业的地方 我不喜欢吹牛 讲太多大声话 我凡是讲证据 有几分证据 我讲几分话 那这多单进场之后 我们都知道行情 他先冲到20673 在这个地方 只有短短的14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会员要如何得知 这里要赶快出调 非常简单 为什么现在做期货 一定要超盘软体 因为超盘软体的计算速度 非常惊人 他可以在一开盘 就计算出今天的 所谓的高点转折 以及低点转折 不相信的话 证明给大家看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 就告诉我们的会员 20621要预挂做空 诶 如果这次转折 你是不是会知道说 这个20621 这个地方就是高点的 不能再做多了 不能再做多 那怎么办 就是把多单 赶快给他卖掉 然后再做空 因为这里写的很清楚 预挂做空 20621 所以做多听力 当然看压力 今天压力点就在找盘的20621 把它全部出掉之后 短短的14分钟的时间 各位从8点45到8点59分 你竟然两笔多单 就可以大赚824点 这16万4800块 马上迅速就变成了现金 然后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那如果你今天有这套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一开盘 我说了多单就算你不想做 这笔空单一开盘 你就可以挂20621做空 那做空之后 我们都知道 行情最低杀到19589 要在哪里 把空单回补掉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系统今天算出来 20168一路发 这个地方要预挂做的多 所以这个空单就要在这里把它回补掉 这空单一回补掉之后 再赚906点又是18万 刚刚168 各位现在是18万多 各位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战果 是824点 16万4800 现在是多少 18万1200块 这加起来已经是 天文数字啊 已经34万35万了 那接着如果你有这套系统 你今天还会再做一趟多单 在20168做多 那做完多单之后 各位来到11点58分哦 我赶快提醒我们会员 所有软体的操作点位 一律只操作当中完全不流仓 来最慢哦 12点半出勤 明天再操作 然后明天再操作 完全只做当中不流仓 一律12点半就给它出掉 明天再做 后面的行情不做了 赢太多了 赢好了可以收工了 那今天这样四笔单下来 你可以看到是 2636点 早盘先做两笔多单 拿下了840 刚刚说了824点 这里一笔空单下来 906点一笔多单上去又是906点 2636点代表52万7200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汇费算什么东西啊 哎这是五十几万哎 五十几万 然后你缴一点点汇费 你觉得值不值得 所以汇费我给你讲 现在真的是太容易了 一天就可以干掉做肥料 金不得没需要去怀疗汇费的问题 好那小资族今天怎么做 我们来看选择权的操作 讲到选择权的操作 我说了为了要帮助小资族 我成立了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尤其是现在行情波动这么大 我跟你讲选择权 脏啦 购买中就去买10倍 各位昨天选择权我们是赚了4040点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直播 这样一笔单11万7千块进去之后 然后呢全部在给他卖掉之后 竟然可以进赚 各位多少钱 八十几万啊 进赚了我讲的是进赚哦 那这样的翻身速度 你觉得快不快 当然很快嘛 因为选择权他是高杆杆的倍数 所以小资族为什么喜欢找我 因为我有这样的谋略 我有这样的方法 我有这样的方法来拯救小资族 所以我能够成为小资族救星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我们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做选择权的买方策略 百分之百当中没有流仓压力 资金就算只有10万也可以跟单 哦不用担心资金 资金不用太多 资金越少 基本上他的CP值才越大 用抠讯带单的方式带你进带你出 像今天选择权 早上就是可以抢短多 我们就直接买进买全 2万1000点 各位看一下抠讯哦 8点47分就出手了哦 8月第一周选择权 2万1买全 现在报价93点 附近收到讯息之后 直接买20口 这只要9万3 接着早盘最高冲到138 这多久的时间 8点47分我们进场哦 来到了9点的时候就变138了 从93变138 这中间的价差叫45点 这难道没有钱赚吗 当然有钱赚啊 当然是今天的多单只能做短线 所以我赶紧在8点49分通知他们 选择权当中班会员 今天进场8月第一周选择权 2万1的买全 93点的部位 我们不需报道收盘 挂123就给他出掉了 来123 9点的时候保证出的掉 我们8点49分就挂单哦 那93点进场20口 123点出场20口 9万3变成12万3 今天还是可以轻松的赚到3万块钱 用9万3赚3万块钱 等于大台值150点 各位亲爱的小资主 不用担心你资金少 只要你想东山再起反败为胜 结帅的选择权当中班 每天一定出手 每天带你掌握价差 欢迎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直接来参与 那现阶段我也讲过了 买鱼送吊钢的活动 昨天有人来问 现阶段还是持续在推广中 只要你有心想要 来成为结帅的会员 想要好好的跟着结帅操作的话 这买鱼送吊钢的活动 我说了我们三大商品 你可以随便选择两种 因为买一种就送一种 任何两种商品 你都可以自由搭配选择 各半年会期只要一整年 只要5万多块 这算什么钱啊 今天他大台只随便一赚就50几万 你这5万多块 哪算是什么钱 所以有兴趣的 欢迎直接来电报名 0800 370 888 好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来讲最重要的 如果近期啊 股票套牢很深的投资票 该怎么处理 来各位 现在结帅开放了 齐全清代班 这个齐全清代班是业界 你从来听都没听过的 是首创的先成功再成交活动 如果你有300万的资金 各位 我会带你一笔单 操作10口大台只 大台只现在保证金 一口是24万1000块 来各位 或者你喜欢做选择权的 你喜欢重压的 做买方策略 一笔重压200口 这个都是我的齐全清代班 服务的项目 那我杰帅本人亲自带你操作 我御驾清真 你直接用我本人的LINE 你可以从LINE里面听我的声音 或者看我的视讯 来证明是不是我本人 而且这个世代的服务 完全不事先收取任何费用 先成功再成交是什么意思 我们全面开放世代 但是你的资金要有300万 300万以上的投资朋友 各位你都有门票 来参加这个世代 那世代各位 300万就做10口大台 选择权一笔重压200口 各位10口大台 一定要300万的保证金吧 所以300万资金 各位你才可以参与这个世代活动 成功贷单赚到钱之后 再办理手续就好了 我让你来试吃 结帅的专业 欢迎各位来挑战 欢迎各位来体验 欢迎各位来直接尝试 那当然今天 我也要跟大家讲 什么能符合世代的条件 第一个你资金 至少要300万吧 要不然怎么做10口大台 有胆是一笔单敢 压10口大台的 你有这个胆式的 你再来报名世代 你没有这个胆 不要来报名 我们这个世代就是这么霸气 有胆是一笔单 压200口选择权 你再来报名 没这个胆式的人 不要报名 浪费名额 我也没那么多美国时间 浪费在 没有胆式的人的身上 那可以接受我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不要有自己的胆态 你再来报名 你如果觉得自己 其他很厉害 选择很厉害 你也不要报名了 你就很厉害 你要报名干嘛 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自己想法者 请勿报名世代 欢迎有霸气的投资朋友 直接来报名 0800 370 8888 那当然今天这行情这么大 结帅的清代班 各位 做了什么动作 看一下今天行情 来 今天早上这个反弹 我是没有去抢的 因为我就是打算要做空 所以今天基本上 9点02分的时候 请看一下 结帅齐全清代 8月期止 挂定价20600点 做空十口大台子 挂定价20600点 做空十口大台子 欢迎各位去对价对使 保证穿价成交 如果成交我们停损 抓20700点 就抓100点 停损我们就抓100点 那今天专价成交之后 来各位 接着9点10分的时候 结帅齐全清代 我就请我们的会员 来 20600点的空单 各位挂20199回补 这写错了 这20600点 先预挂 停损一样是有100点 所以今天20600点 空十口大台子 我们成本还给你算下去 就抓一点 20199全部回补 20199全部回补 这个刚好净赚400点 400点一口单就8万 十口单就是80万 各位就等于4000点 400点乘以4000点 4000点一点200块 是不是80万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资金 你现在股票严重套牢怎么办 利用期货来做避险 这是一个唯一解决你问题的一个方式 利用期货选择权避险 这个本来就是期货跟选择权 它最原始的目的还有功能 所以现在股票套牢 不知道该怎么办 股票可以继续放 但是不能让它再跌下去了 你现在唯一最积极的做法 就是来参加结帅的期权清代班 用300万的资金 我们重压10口大台 或者是买选择权直接重压200口 聊天我的意思吗 好 那这个方式我说过了 各位只要有兴趣的话 你只要有300万资金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门票 来参与这个世代活动 那这个先成功再成交活动啊 为什么我敢这样推出来 理由很简单嘛 很多投货老师都很喜欢说 自己很专业 自己很厉害 自己每天会员赚多少钱 但是那都是出几个手在说的 我认为一个真正厉害的分析师 他应该要勇于接受挑战 什么要挑战呢 应该要勇于接受投资朋友 来试做的挑战 因为真正的专业是做出来的 而不是讲出来的 不管是股票 每天都有老师在讲掌听板 或者期货每天都有人说大赚 但是只要一个方法 就可以证明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吹牛 很简单嘛 这些做股票的民师 这些做期货的民师 你只要打一通电话去 老师你可不可以先带我操作 只要赚钱我就来成为会员 我跟你讲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敢接受这样的挑战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在节目上直播上 所讲的话 你必须要抱持很大的质疑 是不是在噴鸡鸡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敢给我吃 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认为我的东西好吃 我当然敢欢迎大家 踊跃的来试吃嘛 这样才是正确的嘛 才能够证明我没有说谎 造假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了现在 股票严重套牢的 怎么办 很简单 来参与结帅的四代活动 就能够帮你快速的 透过期货来避前解套 那如果报名四代 我们现在四代的服务项目非常多 有股票 有期货跟选择权 第一个方法 Lite的好朋友 来 我直接了当的说了 我也开门见商 我不跟你废话 直接留下手机号码 我们现在Lite人数有五万多人 各位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都要用 这个Lite打字的方式回复的话 我请问你 小编要回复到什么时候 五万多个人 所以各位请你主动留下手机号码 不要跟我罗里巴说的 专人详细跟你解说 专人详细跟你解说 那不留电话的人 就不要来打扰我们 不留电话 你就不要打扰我们嘛 何必在那边已读不回 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一些 偷偷摸摸的一些小把戏 这种人我最讨厌 已读不回你就不要打扰 不留电话也不要打扰 你就直接退出群组 我们不会服务你 我们这边就是这么的拽 很简单你要我们服务你 就大方一点有诚意一点嘛 留电话光明正大光明磊落 做事情就是要这样不是吗 光明磊落一点嘛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适待就留电话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觉得留电话太麻烦的话 麻烦你亲自来电报名 这个我最喜欢 表示你这个人真气 什么叫真气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 你就亲自有诚意的打电话来报名 这最真气 我最感谢 那我们电话 基本上是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电之后 我们的服务人员跟你一对一 这样子你有问题 马上随时提出来 这不是能够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吗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 直接有幸福 各位主动一点嘛 有诚意一点嘛 让我感受到你是真的有想要的嘛 而不是来征效的嘛 听懂我意思吗 那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 事待你放心 我们不会事先收费 赚到钱再入会 所以顾问费不是问题 期货跟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 期货跟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 不是先收取任何费用 结合各位的资金 再结合结出来的代单专业 两个结合在一起 真的产生绩效的时候 各位这笔钱 基本上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结果 这个合作结果一产生了 你当然就会很高兴的 想要成为我的会员 所以我每一个清代的会员 我必须要大声的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 都是先赚到钱 才成为我的会员 各位有哪个老师做得到 有哪个老师敢这么大方 这么大气的让你来试单 所以杰帅本人亲自带你操作 我本人哦 先带单成功 再成为正式会员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真的被我的专业所打动的话 而不是出一张嘴被我打动的话 那各位亲爱同志朋友 就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我是跟你玩真的 所以一切都是先成功 然后再成交 先赚到钱 再成为我的会员 我认为这是对各位最有保障的方式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直接拨通电话 报名世代活动 好了 今天一会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直播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期货市场 鬼追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直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 杰帅教您听笔子 真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